各位騎友大家好 歡迎在收看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今天這班騎是在野虎的對局 我是拿白的 前面呢 對方下的是這種 錯小木的開局 那他接下來 看他走哪 是要這邊地角嗎 還是說掛過來 喔那麼對方選擇掛過來 那我這騎 反掛他一個好了 那反掛的時候 好像AI比較喜歡踢一個飛 或者是 往這邊飛壓的下法應該也都有 那另外普通的尖或者飛應該也都 算比較正常吧 那看他是選擇哪一個下法 他如果說是踢一個飛的話那我可能就往這邊拆二或拆三 那如果飛壓那我當然就是爬了一跳 結果對方都沒有這樣選擇他最後是走了一個 拖先 左下點三三 那我就擋一個好了擋他只有爬那我再 藏一個 藏一個然後看他是要爬還是 飛跳等等 最近我跟人家笑好像 對方都常常走爬了一 班的 喔結果他是走飛那當然也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看要走哪 這局面當然好點也很多 往這邊夾一個試試看 二間高甲最近好像 蠻少人下的 來走走看 那二間高甲他估計是要飛壓吧 很有可能會飛壓那我就衝斷 衝斷的時候他可能會貼下去 然後這個貼下去也是AI出現之後才有了一個新定時的走法 對此我如果搬他擋住我爬然後他打了跳出 會形成一個比較複雜的戰鬥 我以前我就很想嘗試看看這起如果單立不知道是怎麼樣 這起單立好像也有 但是具體的變化會走得怎麼樣我 我沒有太深入研究今天來試試看 這單立好像也是AI下出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絕意下出來的我忘記了 大概一年前左右好像 這個走法 也是有出現過一陣子 那他擋的時候我 往這邊擋 我往這邊擋 我把這邊兩塊給裂開的話 應該戰鬥起來總是還行 他現在應該會單立然後我再擋住 這起雖然腳步是不活但是他外面兩塊更加的危險所以 我覺得這戰鬥擺起應該還行 他現在應該要立啊不然如果被我扮演到的話 腳上好像就比較舒暢一點 欸這起他有沒有可能搬壺 搬壺然後我打的時候他沾我補回腳上他飛出來 這起黑騎不知道行不行 好像也是 也是有可能的嗎 不知道 哎唷對方還真的搬壺 那我就打掉然後我這邊 腳上肯定也是得補 這起他有沒有跟我開解 還是不敢 那我這腳 必須補 補的時候看他是要 單飛出來還是要不要 叫我吃幾下什麼的 他是選擇單飛出來 那這樣子 這樣子我怎麼繼續走看一下 這我如果藏的話他這邊 充了一段他好像可以打力下去 斷的時候我可以撲了一打 局部有個打結 局部暫時有個打結在這邊 所以我藏是不是算好一點 但我直接藏的話總覺得 長邊要再跳感覺他舒服 我可能先過來 喔這起我是不是先過來一下 等他想要打得出頭我再順勢藏 這樣可能 調子會比較好 不過他應該不會打打太俗 他可能會用靠的 那靠我再跟著藏出來 他如果靠我再藏出來然後他藏的時候 那我們在 後續進行戰鬥 喔果然用靠的那我就用藏 接著他可能會再藏一個出頭 去做一個出頭 這樣我們可能直接去斷他 直接去衝了斷他吃的時候我打力下他斷我鋪結 如果這起直接來的話他他看起來是沒有劫財 對不對 他看起來好像沒劫財 他走上面的搬 我以為他肯定是挺得出頭 他走上面搬那我那我還行吧 我把這中間給搬住 這樣我能夠 有蠻大的滯空權 應該是不錯 他這起這樣下總覺得 有點有點萎縮吧 不是萎縮有點委屈 那這樣子我 我還可以黏一下是不是 不然這邊要打的沾住 也是有點討厭 我黏一下他如果不硬的話我往這邊斷他也是 挺頭痛的 所以他可能還是得站一下 虎在這 虎在這不是形狀嗎 這我先打他一下 虎在這不是形狀吧 這樣子的話他現在不是很棘手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那我肯定不怕他 只要不直接動 現在去沖斷他感覺已經比較沒意思 因為現在白起這邊變得超厚 如果是我超厚的情況下去吃這個五顆就變成一個桿子了 而且我在吃他之前還得把這個沖的斷 給賣掉 讓他吃一顆 所以現在吃五顆已經沒意思 反而比較想去 去夾他 反而是比較想去夾他 然後他如果說貼了我們再跟著順勢出頭 做一個順勢出頭 他貼我們跟著長 那將來有往這邊點的 收他的跟的手段 也是不錯 好所以這個戰略有時候是要隨著局面的變化而 去不斷改變 像我們剛本來這邊很薄 所以就有想吃五顆的意圖 但現在變成巨厚 那就沒有那個必要了 好 好他果然是要貼的出頭 貼的時候我在看有沒有可能是用斑的 斑他如果斑我們 把它斷掉這起爆怎麼樣 他如果就吃一個的話感覺 我覺得 我應該也還好 但這樣就放他直接做火了 略有不肯 但斑他如果斑我們有其他的下方 總覺得好像白騎 暫時也沒有太嚴厲的手段 不然他斑我如果就沾了他苦我再退 將來這邊有一點點是先手 不過還是 可能還是退好了 斑被他斑的話 好像 白騎也不是說很理想 可能還是退 那看他怎麼繼續出頭 是要靠著我走嗎 還是怎麼樣 繼續貼 那繼續貼我當然是走這裡 畢竟我這邊很厚嘛 總不可能還在這裡走 那就已經沒意思了 我好想點 我點這個是後手 現在點了被他衝過去 我只能爬 然後後手 意義不大 但本身確實目數 很大 但暫時先保留吧 畢竟現在也還有衝了蛙的可能性 各種可能性都還有 所以就 先保留 那麼他跳 他簡單單跳 那這樣子 我們就藏一下再接著跳好了 藏 他應該 粘住比較 可能是比較好 如果隨便靠短也不怎麼便宜 那我們已經借著攻擊順利把左邊幾乎算是圍上了 效率應該也還不錯 然後他如果還走的話 我就先不理他了吧 結果他率先一步脫先 確實 這棋 在跑對他來說 比較沒意思 有點緩 感覺 然後他走這個右上的去監踢我 這棋我是 要長嗎 長不要飛我在拆二什麼的 我覺得也 恩 還是這棋 我非非被他團我在 清零的跳一跳什麼的 不確定怎麼下最好 恩 恩 我覺得長不要飛我如果在拆二的話總覺得這塊棋有點重 我覺得可能要清零的去處理他應該不太能搬出 不然我斷他張我打 這個真子應該是他不利 對 我 這邊都是我的人 他真子是不利所以他現在應該只有團 團這棋我們可能擋住擋住他 斷我貼他立下 這戰鬥我應該是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 輕處理 我就輕處理 還是我有可能用長的 長了長 算了我覺得還是輕處理好了 看他要不要挖了粘住或者是繼續衝 繼續衝我可能還是飛 那你又不衝的話我再擋回其實擺起來不錯 我擋回的話黑棋這裡還得管 好 他還是挖粘了那我們就打了 打掉之後飛一個 不過這有點損控啊 其實看在我的心中有點捨不得 這樣走是稍微有點損控 但是想說走輕一點 而且這中腹多了一些子力 對他 對壓迫他這塊棋其實也是有一些幫助 哇 接著牢孔 看來對方 非常熱愛實控 那這樣我們繼續壓迫他 往這邊飛 這棋他現在控撈的很多 他如果本身要就地握倒 比方說尖了一虎 好像還是不活 這刺進去 欸不對 尖了一虎他活了 喔他往這拖啊 往這拖我覺得 好像未必成立耶 我點一下班是什麼東西 好像我不行 4 3 2 1 等等等等我用一次 我搬了一耙是什麼 搬了一耙是什麼 好像可以啊 我好像可以搬了一耙 雖然剛剛單點 他衝我搬被他斷 好像 我沾都要被他一長 好像我不行 我如果搬了一耙 他這棋好像 不ok 不過他可以 他單衝我就可以用退了 這樣還好 他現在總是不肯走這邊喔 不然這邊有一擋就掛掉了 他現在只有衝或者搬住 那結果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結果是一樣的 因為他現在也不肯見死不救 現在只有沾回去 可以打一下再沾回去 那反正我就是再回來這一波 現在我不肯斷了 斷一個做轉換 斷他立一下我吃 他再提 應該還是不肯 這邊被他提通之後他很厚 而且我很薄 現在實控也也挺誘人的吧 不過 我剛講錯 斷他會單體喔 然後我再吃回去 這樣這邊還先手蓋他動 蓋他先手動 那這樣總是我不滿 現在 我們可能硬殺他 還是不要不要 先先穩住時空 那這邊 他局部就 就一隻眼了 先手一隻眼 他貼什麼貼我搬 還是一樣一隻眼 所以他這裡就一個 一個先手一隻眼 那怎麼在外面做出 另一隻眼 是目前他 他所要 去證明給我們看的 好那我們就先搬住再說 那 看他是要鼠鼠的虎還是怎麼樣 接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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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想去藏這個的 停想去藏這個的 9 8 7 6 藏完他如果說雙那我們再把這個給飛出來 還是貼了斑 貼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壓迫力 貼對他沒有壓迫力 因為這打 打完也沒有什麼後續手段 我可能還是飛吧 飛的話 然後他再接著出來 在我們前面這邊走到幾顆紙的好處 現在就非常明顯了 這樣子 他這邊出頭的路線就比較 就比較窄 而且我們這塊跑出來也有個接印在這邊 他搬這個 這算是苦肉劑嗎 我可以去斷 斷他 不 不見得好 這球斷不斷 最後 最後還是斷了 斷完他就 他就活了是不是 他貼我還可以搬 所以暫時還沒活 不過他這裡伸出一個 一個眼 在一個眼位置這邊 我主要是想說斷完我本身也比較厚 我剛貼一個的話是可以滅他眼 但是 感覺自己挺薄的 也不知道哪個好 他還要衝斷我 這麼兇 原來他是要衝斷我的意思 但我回去一做就就活了 不是很懂他的他的意圖 而且我還可以往這邊藏一下 還比較舒服 他是他是要衝出來 那反正我這邊一打就就可以回家 不過他這邊衝有一些先手 不繼續退 算了還是吃掉 這個乾淨一點 我應該接個時間 好好想 不過叫我吃這個有點虧 還是不要 這一下要不要藏掉 藏完這邊有一段 比較討厭 我可能繼續飛好了 畢竟這期我重點不是要全監他還是怎麼樣 只是希望能夠借著攻擊 獲取一些利益吧 其實包括我剛打到這一下下一步有個飛下去 或者是說我現在這邊飛一飛 右邊能夠 有些勢力發展 其實已經藉著攻擊 獲得很多東西 他打我當然站住 當然就是不給他眼位 這邊貼我可以搬嗎 局部 局部暫時活不了 我可能還得接著出頭吧 這起就脫先了 這起就脫先了 這不怕我吃他啊 貼我 貼我搬住 衝我退還是擋 我怎麼感覺他這起 還是這裡可以活 有點驚訝我不知道他怎麼活起 還是左邊局部是活的我沒看清楚 對方突然拖了一個仙但是 看這塊旗總覺得 不像是火旗啊 這我搬進來是什麼 他是不是剛剛這裡有誤會啊 以為貼我要吃回去他可以 他可以歸回去活 他剛剛疑似是有一些誤會 還是這個打先手 打對腳上也不是先手啊 這樣子的話 這個誤會好像 會有點嚴重啊 這樣的話怎麼辦 他現在只能靠這裡去尋找深入 貼我搬住 好像也 也不像有東西吧 確實是有點薄了但是 確實這裡是有點薄但是 不一定有起 這起走人這樣我當然是殺到底了 怎麼活 他繼續接時間那我當然就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弄回去 貼我搬 然後他衝我 我可以退 退好像比較穩 其實擋也可以 哪個比較穩 好像擋比較穩 提掉這個 這個都是接時間的舉動而已 沒有什麼意義 我好像擋比較穩 這邊被他斷開的話 畢竟他還在補一手 那我再回去補就好 9 8 7 6 衝 他單衝 單衝有點不一樣 他等一下可能跳點是不是 擋的話跳點我衝了 接住 然後他沾回 我們回去補 應該還是挺穩的 他跳點我們就衝過來 他該不會強行幫助這個結 這樣的話也挺變態的 我應該也不怕 因為他剛剛也耗了好幾名結材 吃 先提 我先提好像沒有意義 9 8 7 先提可以 他如果打的話我可以 我可以沾住 所以他不行 他現在得找結體會 不過左上有一些結 或者是左上 本身結當然都可以 這個是結嗎 我如果沾了 他溜出來 算了算了 先印 先印住 然後這裡提 是不是類似雙結的東西啊 這期好像 好像是類似雙結的東西 不過我剛剛是不是多跑幾下比較好 我也不知道 最後他還是投了 好吧那麼我們最後簡單的來回顧一下這番起 他主要還是那個拖先出問題 看錯了 他應該看錯了 那前面的 進程應該 主要這個 這個例 這個例我不確定黑棋怎麼下的 研究比較少 如果將來有機會用AI把一把再 再向大家說 實際上進程我覺得他這一般應該是有問題的 應該是要長出來 長的話白棋這幾顆比較薄 我當時可能 可能會去往這裡走 但是後來發現他這邊有一火 這樣的話不知道是什麼 這真子是怎樣 真子我有力 但是打的話會被他衝出來 如果退的話他衝我應該也不能擋 這被他斷打了 搬住不行 所以我這邊有可能就 氣掉 氣掉的話應該也還行 這邊再飛啊 等一下 隨便拆一個 這樣應該還行 白棋 都走到 然後黑棋這邊 其實這兩顆也 好像還沒有完全吃住 也是有吃住 但是白棋總是有一些利用 好這樣白棋應該還可以 或者是說 這邊他不給 然後他就這樣子 然後我這樣子 衝下去 然後他斷的時候我鋪上來 這樣子也不知道是什麼 他如果打結的話 他暫時應該是沒有劫財 喔暫時他沒有劫財 欸不過他斷上來是怎樣 斷上 我只能吼 那這樣他打到底之後 他靠著真子打到底 然後 再打了打 這樣我就死掉 這樣子我不行 喔原來這邊 這時候不能立刻走 那這樣他確實應該藏出來 這樣子我還得 先中間整形 那他在 補這裡還是這裡 喔那這樣黑棋好像也不一定 一戰洞 補這裡總覺得有點左右逢源 他如果補這裡我就立下去 那如果斑的話 我再 我再夾他 好像黑棋還是有點苦 所以實際走到這邊好像黑棋稍微差一點 這邊被我提掉還是白棋太厚 這樣黑棋有點苦 然後實際這裡的話 我覺得這一拐 這一蔥已經 已經有點 太柴米了 應該還是要走出來這一塊起 這個太重要了 或者是 恩 這靠應該不行被我搬了跑 先製造一些眼位 這間看起來特別的誘人 我可能還是會印他 這一蔥有點太柴米了 這邊木不多了 這邊飛過來有點痛苦 然後這個拖也不太好 然後 最主要問題當然就是 他這邊這個尖段也有點意義不明 這個尖段 尖段有些意義不明 然後最嚴重的失誤當然就是他這個拖先 如果繼續飛出來的話 應該暫時還能下吧 不肯定還能下嘛對不對 就就慢慢來 把他併掉然後再繼續攻擊 當然黑棋還是有一些苦 你如果再接著走的話我們再 看右邊的圍身怎麼樣 我這邊其實暫時也還漏風 這也還不一定 看起來 還得看白棋的後事後續 能夠有什麼樣的發揮 那實戰這裡拖先的話就 後面應該 就不太行 好吧 那這番棋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第二個 我就看 哈